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法律与生活 大家好 这是法律与生活第三讲次 今天要介绍的是父母子女 在节目一开始 让我介绍两位参与讨论的贵宾 第一位是李昭环 李律师你好 刘老师好 李律师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是李元德 李律师你好 大家好 很高兴参加今天的讨论 我们一样先介绍今天的讲授重点 首先要介绍的是婚生子女的认识 再来介绍是非婚生子女的认领 再来是收养有关的事项 最后是介绍理解侵权的事项 我们一样用几个案例来跟各位做讨论 首先第一个案例是 这个贾男跟乙女 他们在交友的时候发生性行为 导致了乙女怀孕 所以贾女就结婚了 生下一个孩子A 接着是秉男跟丁女 婚后丁怀孕了 不久秉丁离婚了 离婚以后丁生下的孩子B 接着是物男跟乙女婚前怀孕 然后他们又结婚 结了婚又离婚 离了婚以后就生下了孩子C 更男跟新女在99年7月11日结婚 在100年的1月1号生了孩子D 请问一下ABCD 他们是不是为婚生子女 是我想说这一题有好几个子题 那首先我先就明法的一个规定 来先做说明 那在明法的规定 什么叫做婚生子女 它是规定在明法1061条 所谓的婚生子女是说生 必须在婚姻关系期间 受胎而生的子女 所以它的很重要的两个字是 受胎是需要在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 所以从这个前提来说 我们再看到明法的1062条 它有关受胎期间有一些规定 它是在规定 子女如果是从出生日 回溯到前第181天起 到第302天止 这称为所谓的受胎期间 那所谓的受胎期间 假设不是在刚刚 这所谓的181或者302天这段期间 双方当时能证明的的确确 还是在所谓的婚姻关系期间 受胎的话 他还是会认为是 所谓的法律上的受胎 在婚姻关系期间而为婚生子女 所以先做这两个法条的一个介绍之后 我们再来一一的来解题 其中第一题我们来看到 这一条 这一题的题目是 嘉怡 他们本来是 就是男女朋友发生关系之后 后来他们结婚 这个结婚 他们在结婚前受胎 而不是结婚后受胎 所以本来是所谓的非婚生子女 可是明法在1064条也有特别的规定 也就是所谓的非婚生子女 如果他的爸爸妈妈 他后来有再结婚这样的情形的话 他们就会把这个小朋友 视为所谓的婚生子女 所以第一题的状况应该是这样子 那第二题我们可以看到是 丙男跟丁女 他离婚 可是他离婚之后 虽然是剩下这个小朋友 可是他的受胎 按照我们刚刚1061的一个状况 他的受胎期间 的的确确是在所谓的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的话 仍然是所谓的婚生子女 那至于第三题呢 是所谓的悟男跟脊女的一个状况 那悟男脊女呢 他们因为后来是婚姻关系不合 那后来在离婚之后 离婚之后呢 可是他们双方还是有在一起 但是呢 又生下了一个小朋友 那在法律上的规定 在1065条的规定 有所谓的认领的一个规定 那认领的规定 目前来讲有分成三种认领 一个是所谓的 生父自己去认领 离婚之后 虽然已经不是所谓的婚生子女 可是的确确是他的小孩 他还是可以去主动认领 或者是呢 有所谓的有抚育的事实 也可以来做一个认领 那另外一种是 所谓的生父不主动认领 那可能被动的 由所谓的生母或者小孩 来强制认领的一个状况 所以呢 在这个物跟己之间的一个状况呢 可能可以透过这种方式 那至于最后一个题目 是跟男跟心女 那可能就是 刚刚我介绍到的 所谓的1062条 受胎期间的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题目 他是说跟男跟心女 是在99年7月11日结婚 可是在很快的 100年的1月1号 就剩下了第一子 那我们来算一算 这个7月11号 一直到1月1号 算一算大概是 5个月又21天 把它换算成天数 大概是171天 可能按照我们的 1062条的第一项的规定 可能不在所谓的181天 到302天这样的期间 可是我刚刚也特别提到 在我们的1062条的第二项 有一个规定 假设能够证明 回溯这个前项的这个期间 事实上是在这段时间受胎的话 仍然还是可以做 浑身的一个推定 认为是浑身子女 倘若不是的话 那可能不会被认为 所谓的浑身子女 好 我们谢谢赵凡律师 介绍的这个浑身子女 那我们现在想请教 袁德律师第二个题目 就是这个贾跟乙 他们结婚之后 他生下了两个女儿 那现在这个贾 又跟丙吕去同居了 同居以后 丙吕怀孕了六个月 检查是一个男孩子 那现在因为贾 迷幻了这个癌症 只剩下两个月的生命 那现在贾 想要去认领这个丙的胎儿 可不可以去认领病的胎儿 是 这个问题其实是很有趣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小孩子还没有生出来 有没有认领的这个问题 那么当然有不同的看法 首先呢 我们来看看 认领是指对非婚生子女的 我们的这个生父的这样的一个认领的动作 那么当然也有人会说 既然是对于非婚生子女的才叫认领 那么还没有生出来 他是不是叫做非婚生子女 这一点 所以胎儿是不是可以透过认领的方式来认领 好 那这是第一个提出来的观点 那么第二个观点就是说 今天一个胎儿还没有出生 有关胎儿的一些权利的保障 我们的民法第七条有规定 就是说以非死产为限 就是说对于他个人权利的保护 是为已经出生 那么另外在民法继承的1166条 也有规定 对于胎儿的因绩分要保护 就是没有保护的话 是不可以进行分割的 所以法律上对于这个一个胎儿 如果生父在他还没出生之前 就已经先走了 法律上是有一些保障的 所以我们就要来探讨说 如果是这种情形下 为什么一个将要离世的一个父亲 对于他的一个还没出生的小孩 要去认领 他认领是不是目的 是不是要去保障 这个胎儿将来的一些权利 权益 权利或法律上的利益 那如果是这样 刚刚讲的这个民法第七条 还有亲属计程片的1166条 足不足以已经保障了 完足的保障这个胎儿的将来的权利 如果已经足以保障的话 有没有需要用这样的一个 认领的方式来处理 那么当然就是说 刚刚的那样的两个观点 是一种看法 但是从另外一个观点来看 就是说 既然我们对胎儿是可以保护的 那当然为什么不可以提前 对于这个生父在还没离世之前 对于这个在还没出生的这个胎儿 也以认领的方式 来让他取得这个婚生子女的 这样的一个地位 我想这也是另外一个 思考的一个方向 除此之外可能也是要特别提到说 像这样的一个案子 事实上是因为因应实务上的需要 在我们很多年前也听到 有些人死亡的时候 有所谓的遗父子 那最后在继承的 不管是抚恤相关的一些财产继承上面 发现这个遗父子到底能不能有继承 以及其他法律关系 血缘上说 他的的确确也许没有财产的问题 他只是希望说认主归宗 这类的问题 所以除了刚刚我们的原则律师 提到的这些法律之外 在我们民法1067条第二项 特别有提到所谓的认领之术 即便是身父死亡的话 可以向身父之继承人为之 如果身父没有继承人的话 可以向社福机关为之 那一并介绍补充 好 所以刚才所提到的是两个观点 就是第一个 就是认为说 我们已经有很多的条文可以保护了 像刚才讲的1067条 我们可以对继承人提起认领之术 我们也可以对提出认领之术 就是被确定为这个 视为婚生子女的话 他一样可以享有了所谓的继承权 但是我们如果就这个民法第七条的本身来看 这个太后已将来非事产者违宪 关于其个人利益之保护 并没有在权利 他包括只要对他是有利益的保护 我们就可以把它视为寄以出身 假设我们要贯彻第七条的这个规定的话 那我认为这个肯定说里面就是主张 就是如果是要贯彻第七条的立法意志的话 那么是可以准许这个身负对他为认领的 不过因为这个我们的民法里面没有这个规定 这个目前只是在学说上面的一些争议 陈如刚才律师所提到的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有些条文已经足以保护他的权力 但是我们就是说假设他有在利益的某些利益的部分 是不是可以去贯彻第七条的立法意志 这个只是提出来跟大家做个讨论 那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我们请教第三个题目 就是假跟乙结婚之后 这个假没有得到乙的同意 就自行去收养丙为他的养子 后来这个假跟乙结婚以后 他们又共同去收养一个跟他相差十八岁的一个丁为养女 请问一下这两个收养的效力如何 同时呢这个如果这个乙他原来他前夫跟他生了一个女儿 现在七岁那现在假呢三十岁 假可不可以去收养他前夫生的这个乌 那如果要收养他要何种的刑事要件 是我想说呢现在在我们的一般民间来说 有些人当然有自己的小孩 但是有些人呢他会用透过收养的机制 来达到有所谓的婚生子女这样的一个子女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民法呢关于收养的部分也有一些要件的规定 首先要跟各位观众朋友介绍的就是在我们的民法的规定1072条很重要的规定就是收养他人之子女为子女的时候呢收养者为养父或养母 那被收养者为养子跟养女 而且在下一条1073特别规定 原则上收养人跟被收养人的年龄是要差20岁 那唯一的一个例外是收养自己配偶的前夫或前妻所生的子女的时候呢 年龄放宽只要差16岁就可以的 那除此之外也要跟各位介绍就是 如果说两个夫妻已经结婚之后 如果真的要收养子女的话 在我们的民法1074条也特别规定 如果夫妻结婚之后要收养子女的话要共同为之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几个法条的一个介绍之后呢 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的题目 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甲乙结婚之后 甲没有得到乙方的同意就执行去收养 刚刚很显然的就是违反我们的1074条的一个规定 也就是呢原则上是应该要夫妻共同收养 那他违反的效果呢 规定是在1079之物 也就是他的法律效果是 法律上是可以撤销的 那至于呢刚刚介绍的是 后来呢是甲乙呢 虽然是结婚后他们共同去收养 那这是符合所谓的1074是夫妻共同收养 可是不巧的是 他收养的子女是只有相差18岁的丁女 那可能是在法律上刚刚讲到的1073的一个规定 在所谓的年龄上的要件 必须要差20岁这个部分 那1073这样的一个法律上的一个要件 是一个绝对的一个很重要的要件 也是法律的效果是在所谓的规定是在1079之四 如果违反这个20岁的一个要件的话 它的法律效果是这样的收养是无效 那同时也要跟各位观众朋友介绍是 在我们的民法规范收养的并不是双方白紫黑字写下来就好 那特别是涉及到未成年人的话 都需要所谓的法定代理人的所谓的七岁以下 是由他法定代理人代为意思表示代受意思表示 那为七岁以上所谓的限制行为能力人呢 可能就是他这个收养契约的时候呢 还需要法定代理人的事前同意或事后承认之外 除了这些书面还要经过所谓的法院裁定认可 所以很重要的是在我们民法1079条 有特别提到收养一定要以书面为之 而且并向法院申请认可 所以认可之后呢 拿着所谓的认可的裁定跟确定证明书 可以到护诊事务所去办理收养登记 是 人类有没有需要补充 是 在这边刚刚提到的就是有关家与共同收养 相差18岁的丁维养女这一点 我们的1073这个地方有说到 就是说夫妻如果共同收养的时候 一方如果长于被收养者20岁以上 那他方长于被收养者16岁以上也可以 可是我们提设情是好像看起来是相差18岁 那这个时候欠缺了一个20岁的这样的一个要件 恐怕这个效率上是有问题的 是 所以他还是收养是无效的 好 那我们现在想请教一下第四个题目 就是一个18岁的A 他以他打工所赚来的钱去买机车 因为我们知道18岁他可以有驾照了 但是他买机车 可是他父母亲拒绝A骑机车 但是A还是要骑 那请问一下 这个父母亲就来行使对子女特有财产的管理权 是不是有道理 是 原德 对 就是这个情形下就是说 这个18岁的A虽然是一个未成年人 那他打工所赚的这个钱 是不是所谓符合我们今天民法这个所提到的所谓的特有财产的这样的一个定义 特有财产可能我们通常是值得无偿或者是继承而取得 那我今天是靠我的工作的能力赚得的钱 好像并不符合所谓的特有财产的定义 那既然不属于这个特有财产的定义的话 那父母是不是可以针对这一点来行使所谓特有财产的管理权 应该是值得进一步讨论 是 我想说刚刚原德律师其实也提出来 我也觉得这个议题事实上是值得讨论 那所以介绍几个法条也是让各位观众朋友了解 尤其在我们这个题目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三的这个18岁的这个A呢 事实上他没有满20岁 所以是所谓限制行为能力人 按照我们的民法77条的规定 那限制行为能力人 他所谓的法定行为 是需要所谓的法定代理人的同意 那但是在日常生活所必须的话 按照他的年龄身份的话 他自己可以来 就是不需要所谓的法定代理人的同意 那他自己打工赚的钱 他自己去买所谓的机车 他已经在法律上是可以有所谓的去 取得驾照的一个状况下 那是不是这个机车的财产权 是由他自己来自己管理 是不是属于他退友财产 刚原德律师已经提到 有这样的一个可能的争议之外 我要介绍另外一个法条 就是民法的1088条 也就是原则上1088是有特别规定到 父母对于子女 假设我们刚刚的前提 被认为是所谓的特有财产的话 法律上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的特有财产 是由父母共同管理 但是他的所有权毕竟还是属于未成年子女的 那特别是在处分的时候 一定要符合子女的利益 那才能够将这个所谓的基金的财产来做处分 那这个法条也一并介绍给观众了解 我们两位律师都已经提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在提设上面的这个问题 就是特有财产 那特有财产根据我们的条文上面规定 就是指的你因为这个继承赠予或者无产取得的财产 那本案很显然它不是特有财产 那不是特有财产 父母就没有办法共同行使管理权了 可是这个时候他父母就是要拒绝 我这边会出现几个问题 这个地方第一个问题 就是他可不可以主张 就是他的特定财产的处分 那根据我们民法84条 特定财产处分的话 他就取得了限定允许 他就不要再经过父母亲的允许 但是这个也不是他特定财产处分 所以显然他也没办法用特定财产处分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只能用79条 父母亲可以主张79条 民法79条 未成年限制行为 令人所谓的契约行为 要得到法定代言的允许 才能够发生效率 所以他父母亲唯一的一个方法 就是主张你在买机车的时候 因为没有得到我的允许 我拒绝承认 所以这个时候就可以主张这个部分 好了 那现在问题来了 当这个父母亲主张的这个部分 我们有一个条文 法定代理人他行使的权利 与未成年子女的利益相反的时候 未成年子女可以侵取法院的诉讼 我是觉得说这个条文实在是太可怕了 如果是这样 今天这个小孩子说 我今天要买机车 你为什么不让我买 你父母亲的法定代理权的权利 是侵害到我的权利 跟我的权利是相抵触的 所以我可以对你进行诉讼 我是觉得说我们亲属法上面 有些的条文规定 确确实实是值得 我们真正的再做一个深层的检讨 但是我只是这样做一个反应 所以今天用这个题目来看 将来这个父母子女 如果对这个未成年的 这个子女之间的管教之间 发生了一些纠纷的时候 怎么去处理 这个确实是值得我们的思考 好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们再进行下面一个题目 好 我们想请教第五个题目 就是甲二十一岁 他是一个某市立大学的 三年级的学生 那父母呢 这个乙丙他们已经协议离婚了 协议离婚 但是没有约定 对子女权利义务的行使或负担 这个乙呢 他就另外取了一个丁女 他们生活得非常富裕 那这个孩子甲呢 就跟他妈妈丙住在一起 因为经济不景气呢 那丙失业呢 他只能找到临时工 那现在甲呢 开学注册以及住宿呢 他说生活的需要的费用呢 总共要新台币八万块钱 那丙没有办法支付 那这个时候就由他爸爸 替他支付了 支付以后呢 这个爸爸就到法院去告他妈妈 要求丙啊 偿还这些费用 请问是不是有道理 是 我想说这一题呢 可能要谈的部分还蛮多的 那首先要去谈到的是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题目当中 假的父母 他是协议离婚的 那协议离婚呢 事实上我们现在看到 婚姻呢 相爱容易 相处难 但是要离婚的时候 即便做不成夫妻 其实我觉得建议很重要 要做一个合作的父母 可是显然 他们在于这个所谓监护权 这个部分呢 是没有办法做成所谓的一个约定 所以在我们的民法的1055 也有特别的规定 如果夫妻离婚时 那没有对所谓的 未成年子女的权利 义务的行使或负担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监护权 侵权 做约定的时候呢 那原则上没有约定的话 就是呢 可能可以申请 没有约定 或是协议不成的话 可以请求法院 由夫妻的任何一方 主管机关或社福机构 其他利害关系人 依申请或者法院发现 主动依职权 来着定这个侵权 所以这个有关子女 这个监护权的部分呢 可能是可以透过 这个1055条 这个第一项的规定 来得到一些解惑 那但是呢 我们接下去 我们来看到的 也就是 这涉及到所谓的 在我们很早年 有一些迷思 也就是说 是不是担任监护人的那一方 就要百分百地去负担 子女的抚养费 那这个部分呢 是在我们明法1116-2 后来呢 是有在修正 那1116-2的一个修正是说 父母呢 事实上对于未成年子女的 抚养义务 不因为他的婚姻 是离婚或是经撤销 而受影响 那说的比较口语一些 也就是说 父母离婚是父母大人的事 那对于小朋友的 抚养的一个义务呢 并不因为父母的离婚 而受影响 那也就是说 父母对于这个未成年子女 他应该付的所谓的抚养费 跟没有离婚的状态一样 那么所以我们要再 就要再介绍另外一个法条 所谓没有离婚的一些夫妻 对于这个小朋友的 一个抚养费的一个给付 那它涉及到的是 明法1003-1的一个条文 那1003-1的一个规定是说 除非是法律有特别规定 或者是夫妻有契约 约定的话 原则上是按照夫或妻 他的经济能力 和家世劳动的一种状况 或其他情色来分摊之 所以假设题目的一个状况是 夫妻也就是小孩的爸爸妈妈 他们的经济状况 是差不多的话 那原则上 小朋友的费用是8万块的话 那在没有争议的状况下 应该是1比1的比例 应该是负担4万跟4万 各负担1分之1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 显然这个夫妻离婚之后 那爸爸这边是比较富裕 那而且爸爸也再婚了 那爸爸呢 因为比较富裕 也用了这个所谓的钱先垫付了 妈妈本来按照我们的1116之2 他应该负担的这个抚养义务 所以在目前实物上当中 父亲就是这个小孩的爸爸 帮这个妈妈 也就是前妻带电的这个费用 按照我们的民法 现在目前有人呢 是主张不当得益力 用这样的一个法律关系 请求他带电的费用 向这个所谓的前妻来求偿 那我想说 这是目前的一个实物的状况 如果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 这个小朋友现在已经21岁了 所以他已经是一个成年人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值得 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是说我们的民法1114条 有关这个亲属之间的 互服抚养义务的顺位 第一个是直系血亲相互兼 所以提侧的这个情形 父母对于子女 或子女对父母之间 还是要付这个抚养义务 但是受抚养权利 在1117条 在这个今天这个提设 这个小孩子这个情形 应该是要以他不能维持生活 而谋生能力为限 所以一个大三的学生 到底是不是一个 不能维持生活而无谋生能力 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去探讨的 那么妈妈因为 他的经济能力不佳 所以有没有1118条 他因为父抚养义务 而不能维持自己生活 免除其义务 但是因为他这个是他的儿子 受抚养权利人是他的儿子 所以这个时候 有没有但书 只是减轻他义务 这个使用 也是值得我们去观察 那最后就是说 1119条我们也可以看 就是说抚养的程度 应该按受抚养权利者的需要 还有受抚养义务者的 他的这个经济能力 及身份来决定 好 所以刚才呢 两位律师已经把这个问题 做了一个解说 这个赵环律师说假设这个孩子 他是未成年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依照监护权的 这个概念来侵蚀 那现在呢 假设提示了 他已经到21岁的话呢 他就不是用监护权的 那这个可能用到1114条的 这个抚养请求权的部分 那我们看到 现在假设他是抚养请求权的话呢 那现在就出来到1117条的问题了 1117条的问题就是说 你受抚养权利的人 他必须要是属于 不能够维持生活 而且没有谋生能力的 才可以 但是在没有谋生能力的 这个部分呢 假设他是在 直系血清尊金属之间呢 他是没有适用的 那现在就是本案的真实点 就是在21岁的这个假呢 他是不是呢 能够呢 主张1117条 他是不能够维持生活的 这个部分 好 那我们说呢 在这个1114条呢 这里面呢 我们已经看出来 他是有这个 抚养着这个权利义务的一个规定 好 那在直系血清相互之间呢 1114条是说 在直系血清相互之间 他们是有抚养的这个义务的 护腹有抚养的义务的 好 那在直系血清相互之间呢 他护腹有抚养的义务呢 这个需不需要以 这个不能够维持生活 而且没有谋生能力呢 那我们显然 1114条跟1117条 是有不一样的 所以在1114条 并没有说他一定要有呢 这个不能够维持生活 而且是没有谋生能力的 好 所以呢 我们如果用1114条的话 我就不管你有没有谋生能力了 我都可以请求呢 受抚养了 那所谓呢 无谋生能力呢 是不是一定要指的 他不能够呢 去这个 这个工作的这种状态呢 我们说无谋生能力 并不是指的说 他不能够去 这个工作 他没有工作的能力 不是这样子 他虽然有工作的能力 但是呢 不能够期待他去工作的话 或者是因为 受到社会经济事业 他已经尽到 相当的这个努力了 相当的人事了 可是他还是没有办法 觅得他的职业的话 那这个时候呢 他并不是说 他就没有呢 这个受抚养的权利了 好 所以呢 现在成年的 21岁的甲 他现在正在练书 他就未必呢 会善失了这个 抚养的这个权利 我们56年有一个判例 有一个判例 所以呢 现在我们可以知道说 好 我们根据 1114条的规定来讲 因为在直系血清之间呢 他就有受抚养的这个权利 然后呢 再来呢 纵然你要用1117条的话呢 他因为在 就学的过程之中 你也不能够 期待他去工作 好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是有这个权利的 那有这个权利呢 我们知道呢 父母呢 直系血清尊金属 是互付有这个 抚养的这个义务 再根据 抚养义务的 115条的规定 那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妈妈呢 她是没有这个能力 所以刚才 这个原德律师 这边就讲了 他可以用到1118条的 这个减轻的部分 减轻的部分呢 那然后呢 他就可以呢 来由先生来负担 是 因为时间关系 来不及再请各位补充了 那我们今天到这边 谢谢各位收看 exempt 请不吝点赞 订談 啊 侍 有点 看到 te 你 他 Jonathan 我们 我 sağ 闸